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山西省中部的冯河谷地里 坐落着一个巨大的院落 有专家学者曾经这样评价它 说这个院落在布局上 秉承了西周以来前唐后寝的结构 在装饰上又表现出典型的 清代纤细繁蜜的特点 而且容北方建筑特色和南方园林风格于一体 即木雕 砖雕 石雕艺术于一院 容典故 绘画 书法为一炉 那么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院落呢 是什么人修建了它 它的出现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位于林石县静生镇的这片建筑群落 由不同的院落叠加 构成九沟八卜十八项的建筑格局 总占地面积约为二十五万平方米 它也规模之宏大 成为林石县内众多晋商院落中的桥楚 由于在此居住的家族为晋生王室 这一片院落也被称作王家大院 恒真卜 王家大院中面积较大的一处院落 它整体移山而进 地势由南向北见势抬高 墙用青砖砌柱 成十分贵整的举形 具有极强的防御性 每座院落均采取南北中轴线 左右对称 数次分明 在这份森然的秩序中 由木雕 砖雕 石雕组成的一处处精美装饰 为王家大院增添了一丝灵动 这些雕刻中 不乏寓意深远的典故和吉祥如意的重福 包含着王室一族对于家族兴旺 后背腾达的殷切期望 庞大的建筑格局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是王家大院迥异于周边其他晋商院落的特质 这样的特质 也让它成为了世人蜀目的焦点 不久前 地理中国考察组 来到王家大院进行走访调查 并且与当地的专家一同 进行了一次央视频的直播 对这片建筑群进行了一次全景展示 并且对这个院落当中的很多细节 进行了重点的介绍 很多网友在观看了直播之后 对其中的一些细节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哪些细节呢 咱们来看一下 墙体上这个突出的构建 地面上的渗水装置 还有这个 台阶上内八字角度的十手雕刻 再有就是墙体上这些菱形的铁器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专家曾经讲过 这些细节对于王家大院非常重要 是这个院落在修建的时候 经过精心设计巧妙排布的 而且呢 这种设计之中体现的是 王家先被因地制宜的智慧 那么这些细节 对于整个院落的重要性 究竟体现在哪呢 所谓的因地制宜 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对王家大院诸多精巧设计 城东部约12千米处的静生镇 再次来到王家大院 考察组又一次被这座院落 灰红森严的气势所吸引 在专家隐雄卓的带领下 一行人开始了王家大院的探寻之旅 林老师 前面咱们看到的这个门框 我觉得特别别致 这整个这个门框 你能看得出来 它是几块石头雕的吗 来我瞧瞧 仔细瞧瞧 它是由上下左右 四块青石雕刻来成 衔接处巧妙设计在这里 竹节上 你看下面刻的是寿石盘根 告诉孩子们 学习要扎扎实实打好基础 然后在成长过程中 像竹子一样节节高升 虚心向上 也就是说 这是他们家主人 给小孩们准备的 启蒙教育场所 一座私塾 书院精巧的石雕门框 有着吉祥寓意 望重传达着王胜一族 对于家族兴旺的期盼 而书斋内摆放的戒驰 墙上悬挂的家训 又彰显着王家 重文重教的家风 在专家看来 这处书院中的石雕 砖雕 在整座大院的三雕装饰中 虽然只占极少的一部分 却集中体现着 王家仁对于宅院设计的 缜密心思 在书院外的家道中 队员停下了脚步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吧 应该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排水系统了 对啊 它排的是哪儿的水 是隔壁院子的水 隔壁院子呢 属于是这个城堡的主要月落 它的月落的高度 就要比旁边的院子要高一些 那么它流出来的水 就会通过这儿到这个暗渠里去 通过这个窟窿 这个下水到地漏 进入暗渠 然后排出去 暗渠口呢 这是做一个铜钱的造型 因为风水学上来讲水是材 材不能外流 所以铜钱在这儿呢 起一个过滤的作用 漏水不漏材嘛 这处排水设施 通过巧妙的设计 可以使雨水通过雨槽 准确地流进地漏中 而地漏与墙体之间 保留一定的距离 可以防止飞溅的水花 打湿墙角 在整座王家大院中 有关排水的精巧设计 还不止这一处 你看 这儿又一个出水口 我一般见的这个下水 都是在墙的底部 这个怎么会在墙的中间 而且凸出来这么长 你看 这儿有三个院子 而这个院子是最低点 这三个院子 在雨季时候所有的水 都会从这个口排出来 如果说今天雨水量比较大 那么雨就冲到这儿来了 冲到这个 路中间影响大家走路了 所有的人都不能从这儿过 雨水封路 这不行 所以说要把它伸出来一些 伸出来一些 这个地方还不让它直接冲出来 拐个弯 挡一下 水呢 就缓冲了 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 这个墙的下面这个 会分化得更加严重 现在就已经保存不了 两处排水设施 各有巧妙的设计 但都兼顾了同样的因素 远离墙体 防止墙角被水阴湿 除了注重大院内各个小院落之间的排水之外 王家大院对于护院围墙排水系统的设计 也是别出心裁 在围墙石阶的内侧 设有专门的排水沟槽 在最末端的石阶上 刻意雕琢了两只内巴子排列的石兽 影主任解释说 这两只石兽的作用 就是将汇聚到此处的水流 引导到其下方的排水设施中 与之前两处设施一样 这里的排水槽 同样与墙角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墙角阴水 王家大院的建造者们 这种注重墙体和墙角防水设计的初衷 又是什么呢 无论是传统建筑还是现代建筑 完备的排水系统都是建造者 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的问题 对于王家大院这样一个宏伟的建筑群来说 排水是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环节 咱们来看一下王家大院现存的建筑群所处的位置 这片建筑群整体依山而建 自上而下有序排列 这种布局决定了在建造之初 既要兼顾到整个建筑群的总体排水设计 又要考虑处在不同高度的小院落之间的排水问题 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L型的排水槽呢 就是出于这种考虑而设计 对于这么大面积的建筑群来说呢 这些排水设计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巧思 但也算不上是出人意料的设计 真正让人感到好奇的 就是这些设施都与墙角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最大限度地防止这些部位被水花打湿 青砖调食累旧的墙体呢 为什么怕湿呢 那墙体上那些菱形的铁器 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在考察组一行人 针对这些疑问继续调查的时候 一阵默契敲打的声音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在后排建筑的一个院落里 面容轻瘦的木匠仁师傅 正专注于眼前的活迹 丢刀 凿刀 在仁师傅的手中灵巧运动着 精致细腻的文饰 也一点点在面前的木料上显现出来 仁师傅 您现在雕刻的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个义工 像这个先把它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 就是在这个上面进行雕刻吗 是是是 这个据咱们上次到现在 这个雕刻出大概这个样子 已经过去几天了呢 这大概七八天了 七八天雕刻成这个样子对吧 也可以试一试 哦 这师傅可以试一试吗 嗯 可以试一试 是吧 嗯 是呢 感觉这样顺滑多了 这个刀在您手里 我觉得特别丢人有余 这所有的 所有背面的这个都得 都得削一次 现在削一次 削一次开心就会来 任清文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工师傅 他在王家大院负责木雕构建的修复工作 已经有些年头了 王家大院自初建 到今天 已历经数百年的风雨 一些木质构建 难免出现损毁 加上其所在的零食线 气候相对干燥 在这样的环境下 木料容易出现开裂的现象 任师傅就要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 或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加固 或按原来的形制 重新雕琢 进行替换 木质构建 因为干燥的气候出现破损 这样的情况 加深了考察组心中的疑问 既然王家大院 所在区域的总体气候 呈现出干燥少雨的态势 为什么 这处院落 要如此注重排水设施 特别是墙角附近的防潮呢 干燥和防潮 这似乎是一对矛盾体 但这种矛盾呢 却在王家大院 真实地体现了出来 对于处在气候干燥区域的 王家大院 注重墙体 墙角防潮的原因 尹熊卓主任说 答案就在我们身后的房间里 这是王家大院里 其中一个小院落的正房 刚一进来 就感觉一丝阴凉 咱们再仔细观察一下 这头顶啊 是拱顶 两侧呢 是石墙 而且呢 在这个房间里呢 没有发现其他传统建筑当中 应有的 船 梁 领 柱 它不像是一间 传统意义上的 规整的房子 都像是 哎 像一个窑洞 没错 就是窑洞 窑洞啊 是黄土高原地区 一种传统的民居形式 王家的先祖呢 在建造这个大院的时候 刻意保留了 窑洞的形式 既保留了当地民居特色 又实现了窑洞 冬暖夏凉的居住体验 尹主任介绍说啊 虽然王家大院 大部分房间 是窑洞的形式 但是在建造工艺上 比一般的 这个窑洞更为复杂 那么 王家人为什么要选择 这么复杂的建筑工艺呢 这种建筑工艺与墙体的 防潮措施之间 有着哪些联系呢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 尹雄卓带领考察组 来到了王家大院外的 一处民居前 咱们在之前在大院里头呢 看到主人住的 所有的他的卧室房间 全部都是窑洞的形式 一说土窑洞 大家都会觉得 找一个土的墙 或者土的山 上面挖一个洞就可以了 而我们黄土高原的地质呢 就是最适合建设窑洞的地方 而黄土高原上 也并不是随处都可以挖窑洞 只有在树纹的土上可以 因为树纹的土上 建设出来的窑洞 第一 不容易开裂 第二 不容易出现 冒顶坍塌的现象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在黄土高原上 存在着不同的黄土沉积层 一种是水平沉积 另一种为带有垂直结理的土层 开掘窑洞时 要特意选择垂直结理的土层 这样开出的窑洞牢固安全 而在水平沉积发育的土层进行施工 随着开掘的进行 土层会逐渐坍塌 不仅对施工造成危险 后期也无法工人居住 而不远处的王家大院 虽然也建在黄土山坡上 但它并不是衣衫开掘的窑洞群 而是实打实的砖石建筑群 而我们王家大院的主人 他就是在一个平地上 用砖砌砌起帘的拱 砌起帘的拱来之后呢 在这个拱上面垫很厚的土 把土夯实 在这层土上面再去铺一层砖 建好了这个砖顶之后呢 就可以在上面继续修第二层 甚至第三层 四家院路 与当地黄土地层的特性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山西省第三地质工程勘察院的 总工程师赵小平 对零石一带的地质地貌 有着多年深入研究 他带领考察组 登上王家大院东侧的一处山坡 在这里 他为我们揭开了 隐藏在零石黄土地层中的秘密 这个土一白的话 就是说发白 很松软 你看树一搓 树一搓完了 就变成相当于粉粒似的 我们国马兰黄土 从学名上叫粉土 粉土 对 它是那个粉尘的粉 对吧 对 粉尘的粉 粉土 但是像我们脚底下踩的现在就是摇动 估计应该就从这再往下一点点 这就应该是三星的话 我们华北一般叫黎石黄土 黎石黄土的土质就相对要好一些 坚硬一些 上世纪六十年代 刘东生 张宗户两位院士 对中国的黄土地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并根据不同地区典型黄土地层的特性 划分出了五成黄土 黎石黄土 黎石黄土 马兰黄土 三个类别 其中 黎石黄土 具有土层厚 土质较为致密均匀 粘土含量较高等特点 是构成我国黄土高原的基础土层 也是开掘窑洞的理想土层 而马兰黄土的土质较为疏松 以粉沙为主 不适宜 营建窑洞 地处黄土高原的陵石线 东陵太岳山 西靠吕梁山 数十万年前 被不同的力量搬运至此的 泥沙黄土类物质 受到两道山脉的阻挡 开始逐渐沉积 形成了巨厚的离石黄土层 在之后的岁月中 随着地质运动的改造 和远古河流的雕琢 逐渐形成了 临时今天的山形地貌 而广泛分布在 这一区域的离石黄土层 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提供了营建居所的便利条件 这边看的话 实际上我们整个王家大院 按照这个标高推过去 整个王家大院地基土 就在那个KW的离石黄土上 离石黄土有年力含量比较高 它是割水不含水的 所以整个的话 就是说作为一个建筑基地来说 它的地质条件是比较好的 同学会是说的 就是电筑基地来说 提供的文字 反正的真正 原本加入小林 为了画广泛 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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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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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王家大院脱颖而出 2006年王家大院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成功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预备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